就是中国喜欢把发生的事套到命里面去讲 讲到这个信 我还有就是讲到这个中国人 所以他把这个中国人的算命 他把这个信和笔画看的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现在新生一代都已经起名字 就随便起完就算了 说起这个信和笔画 那讲起这个命来就更复杂了 我现在给大家举个例子 中国唐朝的时候 中国唐朝的时候 有一本命里的书出来了 这个书叫什么名字呢 推背图 为什么叫推背图 今天人们已经猜不出 干嘛一本算命书叫推背图 想不出理由 想来想去 以为是在早堂里面写的 而且早堂是戳背 怎么干嘛要推背呢 可能中国人认为戳背也不是乱乱戳的 对吧 它也是一个推的过程 那不管他干嘛要叫这个名字 这本书是用来算命的 就是两个跟道家有关的这种 像书世一样的人 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聊 聊什么呢 用命里来聊中国历史上的 从古到他那个时代的 一步步的变化 跟命里是吻合的 他们两个讲讲讲 觉得我们两个都算得这么准啊 干脆再往下继续算吧 说反正后面我们也不知道 以后的这个情况 但是我们也先把它算一算 结果就把中国历史已经发生的 和未来估计会发生的 就都算了一下 就搞了一本书出来 就叫推背图 所以到宋朝的时候 这本书就很流行 流行以后 我自己觉得 人如果过得安安稳稳的 一般不会去考虑算命 一到自己有事了 对吧 国家社会动荡了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搞不清的时候 大家就会找这些东西来看 所以我觉得宋朝里面有一些阶段 是这个书就开始流行起来了 那么到了明清 也开始 明年上也有 那么我们这些以前的事情不讨论 就到了民国的时候 中国处在动荡的过程中 很多人就拿了这本书出来 就开始翻了 想搞清楚 中国会发生什么事 那当然就是实际上 就是要来寻找 主宰中国的人是谁 这时候我们翻到第42项 42项 一看到里面说了一些话的中间 出现了两个神秘的数字 出现了两个神秘的数字 就是九九 他们一想 九九什么意思 那不就是说 当今能够主宰天下的人 是一个和九九这个数字有关的人吗 那这个人在哪里呢 那我们要去找啊 当然我们这些不知名的人 你就是真的名字中 你就带带带九九 我们也找不到你 对吧 都是在已经 已经在这个是风云人物里面 去找这个九九先生在什么地方了 找到找 一找找到一个人的名字里面 真的跟九九是有关的 但是你们才不到这个人 因为他最终 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 只能说是命 算了一下 跟他有关 这人是谁呢 白崇喜 就是在国民里面 有小诸葛 小诸葛 之称的 这个军事上 很厉害的一个国民党将领 白崇喜 为什么是白崇喜呢 所以中国人这个算命很有意思 为什么是白崇喜呢 大家看 白崇喜 姓白 白是白 白是白 减一 那不就是九十九吗 所以这就是算命啊 对吧 这就是算性啊 但是呢 后来一想 不对 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加可能比减好嘛 对不对 算减啊 不如算加呢 一加 一看 又出来一个 我们来写写看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九 对啊 给自己起两个名字的笔画 全都是九话 那不是一个命中要能够主宰中国的人吗 于是大家就一致看好蒋介石的可能性最大 这都是算命啊 所以是算命啊 不是去考虑军事啊 政治啊 经济啊 这个不是啊 后来再往下算 嘿 所以就就话重复 对吧 又冒出来一个 九九九的 又冒出来一个 谁呢 这个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文章的时候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刊物啊 新青年杂志上发文章 他通常给自己的笔名起得非常奇怪 中国人起名字也很少这样起的 别人都起个非常特别的名字 他给自己起的笔名叫二十八化身 这个人发文章的笔名啊 叫二十八化身 我们来看看这个二十八化身 是怎么样子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二一二二二三二四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 二十八是什么意思 九加十加九 九十九 又来一个九十九 当然你这个这个加是十八 这个加是二二二十八 所以这个叫九九 这个叫九十九 那当然是大的压小的 这都是九九的时候 我们要看谁大 那么大的九九压小的九九 于是毛泽东在命令上压蒋介石 好 这一压统治中国二十八年 叙事于九月九号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是什么让中国人不用科学的预测 现在我们学心理学什么人格测量 又是这个人力资源 你那个测 中国以前也测 但他测是在命中测 你现在是拿了一套西方的工具在测 对不对 那就是说 我为什么强调农业文明呢 因为农业文明没有走到工业上面去 他没有走到信息时代里面去 他是在他的天地之间去找一种最完善的观念上的可能性 那么这套东西肯定跟我们今天的东西是碰不到一起去的 有人说 那不就说明他老吗 落后吗 今天已经用不上了吗 那不对啊 今天照样在用啊 对吧 香港够发达的吧 跟国际接轨接的够早的吧 哎 香港你在照片上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个楼啊 香港岛上 这就是中国银行的楼啊 这就是中国银行的楼啊 但你知道这个楼在没盖前 人家英国人早就盖了一个老楼在边上啊 人家是汇丰 你在旁边盖一个新的中国银行 你这一盖 汇丰就不干了 你房子怎么能这样盖呢 你这样一盖不是盖了一把刀架在我头上吗 那我这个生意怎么做啊 你学商学 你学金融 他不会去给你解释风水啊 对不对 但是你 但是中国人他信这个东西啊 我不跟你谈银行的知识 我跟你谈 你这个房子这样盖 我本来是个西式的 摊开来的矮房子 你这样一搞怎么弄 再了不得的西方人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香港的人就要请风水大师来说 怎么弄啊 这东西 我这个生意还怎么做啊 他说 没关系 我教你一招 保证你的生意好 干嘛呢 在他的房顶上架了一门炮 你到底什么了不起啊 一砍我我就轰你 所以你现在到香港去 你能在环保的那个车上看到 中国银行旁边一个楼上 是架了一门炮对了他 就是说你在现在 我刚刚上课已经讲了 你只要是中国人 你脑子里面就在盘着你中国人的东西 不是说哎呀 我们现在课堂上讲的全是 全是西方的教材 西方内套 我们变成西方人了 不可能的 我不过是把你饭桌上的东西 拿到课堂上来讲的 我到广州去玩 我那个同学 学生 我转转 他还跟我讲了很多广州的事 广州人还就更加信这个东西 所以本来领导干部 在市委大院里面 是在二层办公 对吧 又不高又不矮 爬上去也方便 下来走也方便 而且那个楼比较老了 不是说什么电梯什么东西 本身那个楼就不高 但是他们相信风水这一套 结果自从搬到二楼工作以后 往上走的人就没有了 就是我们中国人 就是做官要往上走 他们想着这个东西 是不是跟风水有关 后来开个会 说不行 我们不能在二楼办公 都搬到顶楼去办公 一般又开始 中央干部里面 又出了几个人 他就相信这个东西 再比如说 中山大学又要盖楼 盖了一个什么楼呢 盖了一个楼啊 我是晚上去看的 我也没有好好看 据说这个楼设计的 有点像陵墓 是吧 据说这个楼设计的 有一点像陵墓 结果怎么样呢 教授一搬进去办公 身体就开始不好 竟然还有去世的人 所以那边是 一方面是改革开放 最开放的地方 另外一方面 中国人的一套 天的观念 依然在今天的城市化 和工业化的过程中 在发挥着作用 这就是我想说天下观 天命 天子 等观念 在中国依然是有的 那么中国农业文明 另一方面是重视地 重视地以后呢 产生了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呢 以家庭为单位 这个家 不是西方的family 所以每个词都不能套 中国的家 可大可小 小到一户 大到一族 一中 一村 一团 一庄 等等 就中国这个家的概念 也跟西方 所讨论的家的概念不一样 好 农业文明在事实上 是靠天吃饭 天的观念就影响了城市在天 就是中国人不把自己行动中的所有的过程交给自己来主宰 而是相信行动中有一部分是自己所不能够控制的 那么这一部分应该由一种外部的力量来操控 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天时地利人和 而人只是三个要素中的一部分 我们要学西方的东西 他讨论的全是人 对吧 从需要到动机到行动到目标 西方的心理学 讨论的全是人的事 但中国人讨论人 有一部分要交给天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看到了 如果我们纵使家 那么就会过家庭生活 就会过血缘和地缘的生活 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找到比他更有效的过法 中国都过城市生活了 中国都已经到市场里面去做生意了 我们也没有找到比家庭和亲属生活更有效的方法 我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最近为了看我的研究 符不符合中国最新的一些现象 我找了一些黄光玉的资料来看了一下 果不其然 黄光玉能变成中国的首富 还是靠的血缘和地缘 他没有变 对吧 他的富有事跟他的血缘地缘是有关的 他是把从市省到中央各级里面的所有朝战人 全部裸到一起 然后去做很大的事情 你还是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无论你是过小日子 还是你想过你大的日子 比如说中国人喜欢讲商会 对吧 包括南京的浙江的商会 我上次开一个小型的国际研导会 也把他们那个浙江商会里面的那个 那个几个人请来 哎 谈来谈去 中国人就是一个血缘官和地缘官嘛 对不对 林波人是林波帮 温州人是温州帮 对吧 再扩大一点 那就是浙江帮 江苏是江苏 山东是山东 东北是东北 广东是广东 就是你中国再搞市场 你想把这个冲掉 你冲不掉啊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 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的发现 我们就不在文化里面谈了 我们慢慢的开始转到我们的行为上来了 我们就看到一个重大的一个环节 这是什么呢 叫人口的不流动 人口不流动是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人在乡土社会中 他在一个地方待藏了以后 他不愿意 孤单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 他总是喜欢到有他家人 亲属 老乡 同学 占有同事 那个地方去生活 所以大家都 大家 熟人都窝窝窝窝窝在一个地方啊 当然这个熟人并不一定非要是 呃什么 就是在乡土社会 那那个熟人是真正的熟人 不是说我们到外面去活动以后 所结交的人 他是真正的熟人 就是我们在家谱上 我们在这个地缘上 我们能清清楚楚的看得到的 我们就就这一点还要专门去研究中国的方言的腔调 为中国找寻找素人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的时候我们俩一说 哎呦一听口音 不用说了 肯定是我们家乡离的不会远 一问一问 哎呦就是我们邻村的一个人 这个方言就是也也起到了牢固这个人口不流动的作用 更不要说中国人走得再远 还要有落叶归根的思想 那人口不流动 在中国就冒出了一个很多观念 比如说祖祖辈辈 这就是一个观念 你才来几天 我们在这里都多长多长时间了 所以中国人一到外地心就很虚 对吧 不管你是旅游也好娱乐也好 做生意也好 你一到外地你心就虚 一在本地你改感觉就好 对吧 一个人口不流动的社会最容易这样 为什么美国没有这样 移民社会 为什么深圳不太这样 移民社会 但这样的社会很少 大家都是认本乡本土 就是连上海人他也要认 对吧 会不会讲上海话 会讲他要问你是不是港布林 对不对 他要不断的区分 不断的区分 所以在不断区分里面 中国人的观念 就是家乡观念 本乡本土观念 老乡观念 非常的牢固 包括中国人在很多城市里面立同乡会 也是为了在城市这种流动里面 寻找本乡本土的 能够得到支持和帮助的群体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人口不流动 这个观念还反映在什么地方呢 中国人见面就喜欢问 你是哪里人啊 你说我现在家安在南京 别跟我讲这个 我问你是哪里人 你说我出生在南京 别跟我讲这个 那还要讲什么呢 我问你是哪里人 那我出生在南京就南京人 不是 其实你干嘛要跟我绕呢 你就老老实说 你爸爸是哪里人 就行了吗 你爷爷是哪里人 就是中国人刨根问你 一定要搞清楚你家的祖宗 你怎么样 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他要见你的面 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背后的意思 他见到你 财老师 你哪里人啊 这个话的意思 绝对不是问你现在家在哪里 户口在哪里 你出生在哪里 就是要问你家的祖先在哪里 对吧 填表的时候呢 不但要填出生地 还要填机关 我们就要跟派出所讨论一下了 你干嘛要搞清楚我的机关呢 我自己都没有到我的机关里面去过 你干嘛要搞得那么清楚呢 我就在本地生的不就完了吗 不行 我一定要知道你家祖宗在哪里 一填表 很自然的机关 人口不流动带来的很多很多的观念 不是我们在别的社会能看得到的 那么最终人口不流动带来的观念是什么呢 这是我前年研究出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为我们后面展开对中国人行为的研究 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人口不流动 如果我们要最后回到关系的研究上面去 我们就发现中国人的关系 不是西方或者别的时候 不一定西方 别的社会里面的人与人交流的交往的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